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求求心悦 陈家族啊 陈家族啊 我看你是越好越糊涂了吧 别忘了 那陈心悦可是你亲手卖的 你究竟想说什么 想干什么 很简单 咱们联手 从这样一切 那你我二人 是不是有点儿子两个力啊 当然不止我们两家 还有其他的神秘高手会出手 保证一切成功 爷爷 还在游戏什么 等电球反应过来 我们都没机会了 爷爷 好吧 我们合作 你说下一步 我们怎么办 是人就有软肺 就算他天下第一的神秘闷着 你无意外 对 对付我月秋啊 但是 对付新月 那就有办法 叶秋 你打算 怎么对付成家 成家欺我如我五年在先 有出卖你在后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行 叶秋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买盒衫啊 明天我要向所有人宣布 成心月 是我叶秋的夫人 喜欢吗 先生你好 选的怎么样了 刚刚挑了几套都试一下了 不好意思啊 刚刚选的这几件呢 都是我们店里的珍藏品 这些都很贵的 这些都很贵的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他们不能试 只能购买 如果尺寸不合适 我们会良心出给他们 照顾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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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月 给你看个东西 就像在梦里一样 你知道这一刻我等了多久吗 一个月 五年 我当年的订婚宴 我当年的订婚宴 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但是没成效 婚礼变成了葬礼 我母亲 她就死在我的眼前 不过如今大仇得报 但是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没有做 什么事儿 陈欣月小姐 你是否愿意嫁给叶秋先生为妻 无论贫穷富贵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叶秋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陈欣月小姐为妻 无论美丑生死相依 不离不弃 我愿意 我把它交给你了 婚礼上再给我吧 嗯 请问是叶秋先生吗 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好 有事儿吗 有人 托我给你带句话 战神联盟 无处不在 你还是明白 你不论 萬主 新月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属下已经安排好了所有人生 权利搜查 一定要保证新月的安全 是 喂 在哪儿 好 到到了 是兆峰忙走了新月小姐 现在在承诫 小派人手包围成家 若是徐悦有任何损失 所有人配葬 是 徐悦 你再来 这些人的杀 做的有一件事软软软的吗 陈天杰她是不是女孙女 当然是 那她呢 她是不是 叶秋 如果不是你 下黑手要赶尽杀绝 陈家绝不会出此价次 日秀 只要你不再和我们赵家作罪 一切不伤 好伤人啊 这就是你们求我的态度 你干嘛 真的别动 你们要什么 条件很简 我要你 现在给我归下磕头认错 犯过 错 来 鸡鸡首领这位 那就是没得谈咯 请谁 陈一帆 杀故事 文主 这些人该怎么处置 一个不留 是的 你 你放过我 都是承家他们逼我的 你不能杀我 我可是心愿的亲爷爷 难道 你连她们亲爷爷 也要杀吗 姓城啊 你还能再表演一点 那种属下这就灭了承家 倒也不用 改主意了 这样才便宜他 给 全都带回去 我要先做什么 哈哈哈哈 有人想到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 叶秋 最后 哎 嗯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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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 我 啊 啊 啊 哈哈哈 嗨 啊 你快走 走 谁都走不了 你是不是很嚣张吗 你不是神医王的门主吗 好了 不要夜长那么多 将军还在等我 三分钟 张小夏主 野八千对我们门主下定 可是受你护惑 野野八千那个蠢货 自以为聪明 其实一直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他到死都不知道 当年和他一起联系的人 其实你也是我 林家老爷 也是你上队的 不错 那个老头儿不听话 险些坏我好事 我自然留他们的 你是什么时候下的神 好啦 我知道你们的拖延时间 不过没关系 这么多年 我惊心不想的局 没人增加 我也是挺记忆的 赵家主 我们之间 无怨不仇 而且看练习不过 这次 我就放了我们 你们成家 那也是换到嘴巴里了 我可以考虑留下你 跟我上你 好啦 我该解释的 我也都解答了 是时候 该收割了 住手 不要伤害他 还有怕 这么干干脆事杀了你 我还挺无趣便宜的 我让你 赶紧死 你这样偷偷给你 你别伤害他 别伤害他 天 串锋 你别过来 你有他把架里 那能威胁饶我 但被职业少了一根头发 我再将你把瓶破镜 慢慢扯闹自死 你傻傻我 他现在在我手上 大不了 你 我还可以做破 傻傻 不要说他不过 战下联盟 你主不在 不会的 赵伯 你这么姓名 你不会跟他 对不对 堂堂神爷的仑主 刷起手段 也不比谁差 我提光明正当你配 烈熊 我不想陪你再见 你别 他不敢杀你 赵伯 我向联盟 我之后不敢联盟 我不信 我不信 除非你发誓 我发誓 你发誓 发誓不可以在哪里 不要 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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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家都带回去 走 江洛奇一直在关注这些 希望你不要惹她失望 你是谁 神龙江洛奇的位置下 请进 没走 门主 市面上几乎没有战神联盟来历的记录 他们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这战神联盟如此厉害 当年怎么会被我们轻易锁面 我怀疑 他们是在隐藏实力 幕后的真正黑手 可能还没有出现 神医门现在怎么样了 从五年前开始 神医门就走上了衰败 现在的神医门 不过是突允其名罢了 怪不得赵乾治疗在得知我的身份之后 还敢和我作对 先去准备宴会吧 五年了 得给新月一个交代 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是 怎么了 你后悔了 想什么的事 我就是有些担心 小辈去哪儿了